我們堅持的重點就是說 三個主角 侯市長 柯主席 跟我三個人 直接 對談 直接聯絡 我們 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 就直接 如果經過很多的 這個幕僚放話 經過很多的間接聯繫 都造成不必要的誤解 所以我 非常 感謝 這個 柯市長 有直接跟我聯繫 我們也直接 有接觸 直接的管道是最好 通過其他人講一大堆 我覺得會造成 困擾 現在造成大家外面一團亂 各說各話各在 都是中間不必要的人 不必要的傳話 不必要的聯繫 不必要的發言 所造成的 我想 我們三個人 一定會在最近找的時間 約好 那麼 我那一天 在計程車公會也碰到了 我們柯主席 本來我以為 他會坐下來一起吃飯 你們就可以約一個比較正確的時間 結果 大家看到了 我有講說 柯主席是給個時間 大家坐下來 現在目前 現在 我想 大家都是 對這個事情看了 撲朔迷離 其實一點都沒有 一點都沒有 這整個情況一點都撲朔迷離 老百姓需要什麼 我們要傾聽老百姓的聲音 兩千三百萬人 民意 大於一切 所以 什麼是大五 兩千三百萬人民的民意是大五 各位 你看看我這段時間 我都到地方去 跟里長 跟李明 坐塔 我還繼續辦下去 第一個 民意是最重要的 聽聽各種不同的民意 因為民意 才是依歸 民意才是真正施政的方向 不聽民意 我想這個政權 遲早會 背離民意 所以我認為說 我最主要的重點 聽民意 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呢 大家很多民意 其實民間有非常非常聰明的人 用人為才 用人為能 他用很多 甚至退休的公務人員 由他們來看看 現在的政府所做的事 他們更可以直指弊端 直指要要害 我是覺得說 我為最近辦一個平台 就讓大家百行百業 甚至讓很多優秀的文官工作人員 專業人員 提供他們的建議 我準備有一個 應該講說 有講的真文 大家對這問題 你要check TTP好了 這個 一個人 一個醫生 看一個癌症病人 他提出一個見解 我到哈佛醫學院 跟他院長 談了三個多小時 他說 一個醫生 哈佛醫學院的醫生 二十年的醫生 看一個癌症的病人 做出了結論 跟十個醫生 跟一百個醫生 這個醫生的結論 什麼叫生成AI 把這所有的AI健康醫療 變成一個人意見的話 這個一百個人 二十年的醫生的經驗 絕對比一個人經驗 要來得更可靠 所以我準備用AI OpenAI 來匯集所有的民意 然後這個所有的民意 然後再匯集大家的解決方案 找出國家未來的途徑 我這一次選舉 這一次提出的治國方針 也準備用這個方式 來去做 最近會有陸陸續續 有關的這個 怎麼樣 這個集思廣益 怎麼樣匯流 所以民意 怎麼樣民意裡面 大家提出 對策解決方案 然後給大家來做個報告 我相信 主流民意 慢慢慢慢 都會是影響國家政策 然後公家體制 我們的公務人員體制 就是把主流民意 所需求的 所需要的 那據我現在了解 超過三十二人都要拚經濟 所以我現在呢 會把經濟的議題 當作 從現在開始當主流的經濟議題 年輕人怎麼不要再低薪 怎麼樣年輕人 可以買到便宜的房子 怎麼樣讓年輕人到國外去 這個遊學 留學 所以讓年輕人 有快速的 找到工作 像我年輕的時候 台灣充滿了機會 充滿了希望 那現在年輕人 為什麼沒有充滿機會 充滿希望 這些問題我也在探討 我是希望 有年輕人 也可以提供意見給我 我樂於 集思廣益 然後順從民意 提出民意所需要的 solution 好不好 我只想問一下 剛剛洪市長見面是在二十六號 你有請他進家裡嗎 我想 這些事情 不在這邊的回答 我們這個回答就是 比較宏觀的 比較對國家政策有關 今天呢 現在我想 這些東西呢我想 我們不在 因為這東西都有 都有都有 我想都是有那個 我們適當時刻在回答 今天要回答一些政策性的問題 謝謝 對 我想 我想 我們不在回答 任何人 因為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要把時間精力 擺在國政 大多數人 那總有一些 過去 不管這些 我想 對 我想這些我就不在 不是 我就不在那邊回答 今天大家記住 政治是要為老百姓服務 政治是為了全國兩天上海服務 大家拘泥於這些 小事情 然後在那邊糾纏 不清 然後弄很多東西 台灣的政治有需要這樣嗎 台灣政治要回歸到 這個 政策的辯論 台灣的政治要回到說 真正符合民意的辯論 台灣政治要符合 要符合大多數人的意見 不要在那邊做一些 我是覺得 今天媒體建議 我是建議 雖然你們都不喜歡我 非常多的對我都不友善的報導 我沒有關係 我做的這個新的政府 我在廟前在哪裡都講一樣的話 我就不是政治人 如果你們要選一個政治人 你們要選一個指揮王 Play game的政治人 Do it or I don't care 但是我出來給大家一個新的選擇 我就是政治新鮮人 我就是辭事論事 就是解決問題 所以大家要看大事 看民意 能夠解決台灣真正解決的 需要的經濟問題 給年輕人找到 我應該花時間在這裡 好不好 我不要拘泥這些不必要的問題 謝謝 謝謝